台北市卫生局公布第一波水产品抽验结果 共计抽验29件生鲜水产品 包含5件深海鱼类、10件养殖鱼类、4件贝类、5件甲壳类、5件头竹类 检验结果一件黄鱼检出N幅奎林椎酸0.03ppm 为一种合成的广效型杀菌剂 属于合法动物用药但未合尊使用于水产品 因此不符动物用药残留标准规定 这次我们有进行水产品的抽验 我们一年大概会分成两波来做一个抽验 那这一次公布的话是有29件的水产品 那其中有件检出这个动物用药叫做N-Lofloxacin 它是被检测出来的 那这个动物用药平常是会使用在一些像是 禽类的产品或者是像猪跟牛这样一个产品的使用 一个动物性的一个用药的使用 那它在鱼类是不可以使用 所以当然也不可以检出 那这个检出的部分 我们会再去进一步的调查 就是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地方 那如果说这个胭脂它没有办法去提供这个违规的这个黄鱼动物用药残留的一个来源的话 那依照使用法第47条 那我们会去做一个主份 那这个这次所检测出来的这个动物用药的话 它是一个广效性的一个杀菌剂 所以很多的一个养殖户其实是还蛮喜欢去使用的 因为它的效果非常的好 但是当它残留在食物上面的时候 那它可能会造成我们在使用上之后 那会有残味道的消化的不适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如果说它剂量再多的话 可能会影响生产的一个代谢 所以这个动物用药的使用上面 我们还是呼吁在源头的一个养殖业者 那应该去使用一个合法的药物 那同时在使用上的话 也应该要去注意后面的一个停药的使用 这样才能够避免在消费者会使用到这个一个药物的残留 卫生局提醒 饲养业者合法使用核准药物 除了必须考虑动物对象年龄剂量等外 还必须遵守停药期 才能确保产品安全卫生 同时建议贩售业者向大盘或供应商索取自主检验报告 记者离习惠台北报道 thank you for your name thank you for yourं thank you for your의 wa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